Miyake Kkeeping 零聲零氣自己人 原汁原味醉新聞 玩曲醉新聞 努力同尼品 近來股市的變化 導致不少人的消費觀念 都有所改變 樓市似乎要消多一把火 連日來,降準降息降守扶等利好政策 接連出台 今天開始,廣州南沙區 還全面放開住房限購 那南沙的市場反應 是否馬上就有動靜呢 記者去看過 現在廣州市南沙區科院路的一個樓盤 目前代售的房間是近千套的 全部都是帶精裝修的燃樓 也就是說買了之後就馬上可以入住了 房營是以三房到四房為主 價格是從每平方一萬八到兩萬四 申請出來之後 今天早上已經有不少客戶過來延長諮詢 根據最新通知 從2024年9月28日起 在廣州市南沙區範圍內購買商品住房 不再審核購房資格 購房者可以直接與開發商或房產中介聯繫 選購心儀的住房 無需再提交繁雜的購房資格證明材料 現在行情就是政府各方面挺支持這一塊 然後自己也有需求 對 然後地理位置也好 然後這邊戶型也很適合 所以就下決心了 由於不再有限購的限制 購房者可以更加自由地選擇 住房的位置面積、套數和價格 住房需求選擇更加多樣化 這一政策有利於釋放被抑制的購房需求和意向 促進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和健康發展 同時對於開發商來說 可以加快銷售速度 縮短資金陪攏周期 資訊量的話 從我們目前後台的數據來看的話 在當日以及今天的話 分別有基本上20%左右的一個資訊量的整個漲幅 今天的話從目前到早上的數據的話 現在已經有13套的認購 並且是在逐漸的辦手續了 下個月中旬 深中通道南沙線即中通車 通車後 深圳保安到廣州南沙的行車時間 將縮短至20分鐘左右 此外 南沙區對在核區內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 在讀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 在享受原有購房優惠政策的基礎上 給予最高不超過2%的額外優惠 現在從深圳 深中通道沿線 以及周邊城市 都會有很多的客戶過來 像高精尖 像科研院所 像產業配套的人群 給予了不同程度的 有吸引力的優惠 與此同時 對於符合特定條件的 相伏類項目車位車庫限購 亦進行了合理調整 當項目可受車位車庫數量 超過本項目規劃內房屋套數 且項目土地用地性質為B類 已經完成進供驗收一年以上 以公開出售整體車位車庫 半年以上的時候 在擴保本項目規劃內業主 可購買或租用一個車位或車庫的前提下 正如可受車位車庫全面放開限購 通過取消購房資格審核 政府可以更加靈活地調整住房供應計劃 根據市場需求調整住房建設和供應策略 以實現供需平衡 這一政策的實施 旨在通過簡化購房流程 增加購房選擇 促進市場活躍 鼓勵改善性需求等措施 進一步滿足居民的住房需求 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 放開限購是一個時間窗口 股市大漲是一個置業動力 如果星期一股市依然強勁 我相信樓市反應可能會更加積極 關鍵是大家的預期向好 消費慾望自然可以釋放 既然已經知道動因 叫動是怎麼來的 接下來是路遙之馬力 另一邊商 之前我們有報道過 每年一審的公交站更名 最近都有新消息 海珠區黎湾區天河區 和黃埔區37個公交站點 都會改名 我們一步步來 先看究竟是哪些站點要改名 還有再看它們改名的原因是甚麼 廣州天河區的聶德碼頭站 在這次公佈公交車站更名的名單中 雖然這個站名已經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但記者發現附近街坊 對聶德碼頭的位置都比較模糊 只有少數在聶德住得比較久的長者 才知道這個碼頭曾經存在 有一碼頭 二碼頭 有四個碼頭往一站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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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著那條橋邊 有一個碼頭 這裡有三個碼頭 甚麼時候開始設置了 現在是否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甚麼時間沒有了 你印象中有 很久了 很久了 也有20年了 記者查閱網上的資料發現 聶德碼頭始建於宋朝 並在之後的數百年間 該碼頭發展成為 中西商品和文化的交匯點 但因為城市道路建設 聶德碼頭已經撐隨 聶德碼頭公交車站 有44路、138路、293路等多條公交線路經過 今天該站牌訊息正式被更換 在中午12時時 有工作人員對這個站牌進行更換 由原先的聶德碼頭站 換成了現在的林江大道聶德牌坊站 在這次跟名的站名中 共有37個 其中黃埔區佔了25個 他們跟名的原因 大多數是因為道路改了名 或者是所標示的標誌物 建築物已經不存在 海珠區的鎮興路中站 鎮興大街站 勒教鎮興大街總站 由於站點所在的道路已經更名 分別改名為勒教路中站 勒教路東站 和勒教路東總站 有出行的街坊就覺得 這種更名方式 能夠更方便快捷地 認出公交站的位置 此外 黎灣區的迎賓路口站 黃埔區的九龍鎮政府 九龍鎮山市場 民聰村委站 民聰市場和黃麻村站等舊站名 將會在11月30日前完成更改 公交車站牌改名的根據 它是2021年實行的 廣州市公交站點名稱管理辦法 只在梳理這些站點的名稱 每年一審的意思不是每年都要變 但是每年都有一次收集意見 然後集中實施 改名這個做法 我想不同站點不同人 可能都有不同看法 因為肯定有人對那個名字 會有特殊的感情 關鍵是看最大公約數 而對於我們一般市民 公交站名就是滿足大家 日常坐車約人的功能 習慣也好 今天 隨著粉進號盾購順利到達接收井 越港澳大灣區在建水下 超大直徑盾購跨海隧道 珠海隧道工程南線盾購道實現貫通 日之前 這個工程北線盾購隧道 已經在7月17日先行貫通 這次南線盾購隧道貫通 標誌著工程雙線盾購挖進任務 圓滿完成 珠海隧道工程線路 整體與珠海大橋並行 工程採用開拓號 粉進號兩台直徑15.01米 全場讓123米的超大直徑泥水平衡 囤扣機施工 各項技術指標均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我們在施工過程中融入了自動控制 傳感等一系列創新技術 實現了施工全過程的質量管控 從根本上解決帽頂漏漿 成形隧道穩定性差等難題 使用自主研發的前裝式長壓換刀刀筒 和刀具監測防護系統 有效解決了長壓換刀刀筒的異常損壞 監測不准和刀具後退掉落等問題 提高了動構機的絕境效率和安全性 珠海隧道工程 涵接珠海大道主線 採用雙向6-8車道設計 設計時速為80-100公里 通車後將打破珠海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隔壁 促進區域間的經濟交流和發展 珠海隧道建成後 珠海大道全線將成為 主線加輔道的雙系統通道 主線將有效銜接廣澳高速 江珠高速等高速公路網絡 輔道將銜接南灣大道等地方幹路系統 將極大提高西江兩岸的通行效率 助力珠海加快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重要門戶樞紐 昨天 根據農業農村部最新數據顯示 牛肉價格已經連續跌了11個月 目前全國牛肉平均價格去到68元一公斤 跌到五年以來的最低位 廣州現在的牛肉價格是否同步下跌 主要是說食肆 大家是否都已經實現了牛肉自由 看看 熟練的刀工一起一落 血紅的牛肉就被切成一片片 上午11點 老闆娘羅伊正在自家牛肉檔口忙碌著 乞逢周末 很多老街坊專程趕來 只為賣上一塊新鮮的牛肉 回家製作一頓好的 家裡人不多就買個三四兩 炒馬鈴薯 很多頓牛肉 這個可以吧 45塊一斤 便宜了一點點 便宜會多一點 說到牛肉的價格 銷售了近40年牛肉的羅伊 據說從今年年初開始 抗實便宜了很多 現在豬肉跟牛肉差不多 買的人都是多一點 便宜了10塊8塊 以前是55我們賣 買了好多年55了 現在45 我們都是薄力多銷 反正收肉都差不多 都是做這份生意 據了解 九月份第三週 全國牛肉平均價格 為每公斤68.31 同比下降17.4% 牛肉價格持續保持低位 記者走訪市場發現 一些檔口貼出特價 靚牛腩39.8每斤的故事 牛宅批發價為39元每斤 也有檔口正在進行 全場八八折的促銷活動 不過記者發現 一些走高端路線的牛肉檔口 價格並沒有太大改變 我們這個是自己品牌的 我們自己營的 所以成本價也會比別人高一點 這邊牛肉都看部位的 重九十八一斤 對 普通的有六十多七十多都有 我們這邊都是同一價格的 價格基本上都不會改變 隨後記者來到一家連鎖的牛肉火鍋店 臨近中午陸續有客人前來就餐 公主人員面前疊起厚厚的碟 正在將不同部位的牛肉裝盤 打開菜單可以看到 大概一百一十克的牛肉 根據部位不同 價格在二十八元到四十元之間 店長表示 相比之前 今年店外的牛肉價格 擴散有下調 調了有半年左右了 所有的肉就是下調到兩到三塊錢左右 源頭經過來便宜 它肯定就會降價了 一開始要稍稍好就丟 周邊的老顧客 街坊鄰居 經常也便宜了 然後人家就都來了 肯定是願意保持這樣一個狀態 不過面對牛肉價格的起伏 也有牛肉愛好者擔心 太便宜會影響養殖戶的積極性 希望能夠公需平衡 物件應該比較平穩吧 我覺得有生有家還是正常的 價格很便宜 飼養成本很高 那人民養牛的積極性也沒了 到時候你還是吃不到牛肉 你想吃好一點肯定貴一點 自己選擇 大家都很理智 知道便宜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今天便宜 可能意味著很快會貴 關鍵是為什麼會便宜 數據顯示 今年全國肉牛出爛量 同比增長超過7% 意味著養殖端的供應是加大 市場上的供應是充足 再疊加進口量持續增長 國內牛肉亦不敢貴 是進一步導致低價 不過看回價格連續下跌這種趨勢 他其實是覆蓋了我們整個的春夏季 這個時候通常他都不是傳統的強需求的季節 價格跌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養殖戶如果沒有錢賺他都不會繼續 可能還會導致下一輪供不應求 完全依賴進口也不實際 說實際上我們傳統認識的公安鐵騎 其實都是在路面執法的 風裡來雨去都挺威風 但是在東莞常平鎮 鐵騎隊員接到一個緊急任務 是要做臨時奶爸 是要看著一個四個月大的女嬰 他搞不搞定呢 路面公共視頻顯示 當日早上9點40分左右 廣東東莞常平鎮的阿文 抱著四個月大的女女 站在一家商店門前 超級地等待望讓車 他需要將右手臂受重傷的母親送往醫院 由於擔心路上塞車 阿文向正在執勤的公安鐵騎發出求救 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 鐵騎隊員只用了四分鐘 就將坐著傷子的望讓車帶到醫院 一邊是受重傷的母親 需要盡快看醫生 另一邊是懷抱裡的嬰兒在哭 阿文真是左右為難力不從心 我就提議跟他說 小孩先讓我給你帶著 但是幫著小孩過來 小孩也一直在哭到 賴警官自己已經有了小朋友 就這樣賴志斌做起了臨時奶爸 在急診科大堂抱著嬰兒細心照顧 很快同事潘強也趕到醫院增援 幫忙一起抽嬰兒 所以孩子就照顧我手上 也照顧一下 抱了有十來分鐘吧 那個女士就處理完她的就診手續 骨折了 裡面也很多碎骨頭 鐵騎在那裡幫我們抱著那個外甥女 幫我們送到那裡 我們就安心地在那裡 慢慢地治療這個手 看到鐵騎帶著寶寶的那一幕 我心裡面很安慰也很暖心 寶寶又不哭又不鬧 為你們鐵騎點贊 其實這次也算是提供多個救急思路給我們 互相幫忙 互相溝通 我們要講一下廣州海珠區匡路遍區 昨天下午他們新增了一個居民互動交流社區平台 不單為居民提供免費圖書室和藝術展覽空間 這裡還是居民以示交流的地方 助力康路遍區 新增的居民互動交流社區平台 位於廣州海珠區鳳陽家的一棟構建築 這裡原本是一家民營幼兒園 經過改造 目前一樓是解決村民和租戶買送難問題的 村舍微營浴塞市場 用書頭塞市場 同時 也是為增進村民租戶交流而打造的空間 希望這個地方不只是菜市場 它還是一個社區交流中心 還是一個意識廳 他們來買菜來這裡去探討 討論一下我們的社區未來 二樓設有逐萬空間循環商店 設棄時空館展廳和閱讀圖書室等 其中 展廳正在展出城中村主題照片展 康樂的一天 令參觀者能夠跟系統 直觀地了解空路遍區 通過危改道是可以改善的 比如說我們這種危業就是等於做危改 其實它下水也是全部重做的 海水 還有防漏 整個平台打造成以社區 可持續 藝術文化為貪壯主軸 面向居民群眾開放的公共空間 然後現在重新打造一個空間給居民 給我們村民有一個聚集的地方 我們覺得特別好 這個是廣州城中村微改造的一個新的探索 也是城中村社區營造的一個新的嘗試 首先它確實是以改善民生的這樣的一個整體 它就非常重視這個城中村公共空間的一個更新 另外也是城中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這種均衡和可及的一個體現 近年來很多地區都大力發展電競產業 經濟效益 社會影響和技術創新等領域都有好處 香港都曾經提出要推動電競產業 但是發展似乎未如理想 業界認為應該要討論一下發展方向 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呢 打遊戲打得好像明星一樣 還可以賺錢 這支韓國電競隊專注於一款多人在線遊戲 贏得多個職業聯賽世界賽冠軍 在電競界相當知名 這一天他們來到香港舉辦見面會 吸引約5,000人入場 根據業界統計數據 這支韓國電競隊去年參加世界賽決賽 有超過640萬人同時觀看直播 打破了電競歷史上的紀錄 為贊助商帶來1.43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主辦活動的香港某銀行表示 贊助電競活動有助於銀行吸納新客戶 電競其實在Gen Z和Millenials的客戶 越來越受歡迎 看回今年上半年的Millenials客戶 其實是大升了1.5倍 每兩個新的人客 其實有一個就是Millenials或Gen Z 這些正正都是我們的strategic segment 香港亦曾經發展電競產業 數碼港在2018年 旺政府撥款1億元 改建商場部分位置作為電競比賽場地 並推出不同計劃 資助籌辦電競比賽和培訓人材 2019年有本地電競公司 分別在九龍灣和旺角開設大型電競館 不過都已經結業 業界認為是時候檢討 在一個很短時間的確做到一個很有效的趨化劑 去推動整個產業的高速發展 但是分別用完了 疫情又完了 就變成了現在有一點無以為繼的感覺 這幾年內其實我們是測試 究竟電競是怎樣的 產業有多大 我們這幾年也看得更清楚 比賽其實我覺得香港是有有因做的 他指出香港在開發手機遊戲方面 也有不少經驗 長遠也可以考慮投資遊戲開發 組織電競比賽香港應該是有得天獨候的優勢 國際化程度又高 國際影響力大 多元文化在這裡交匯 商業環境優越 還有舉辦大型賽事的豐富經驗 問題是如果自己不參與的話 就算有天時地利都缺乏人 香港應該不會沒有青少年基礎 重啟應該還是要重啟的 不過是外因中斷而影響 第一說原本制定的促進手段是有問題 這個才是值得繼續探討 而香港最近主要是專注於即將要到來的節慶活動 今年國慶黃金周假期 香港將會舉辦大型煙花會演 預計像深圳旺江 福田口岸將會迎來出入境客流高峰 為主要應對假期的大客流 深圳各部門都已經提前準備了保障方案 射口、郵輪武港和機場碼頭 都會大幅增加往返港澳的航班 上週10點 福田口岸出境大廳人流漸密 不少女客選擇錯風出境旅遊 兩地居民雙向出行熱度持續攀升 國慶加期深圳各口岸將迎來出入境客流高峰 預計深圳通關口岸出行高峰期 出現於10月1日至10月2日 出行高峰期間 預計深圳福田口岸、黃江口岸、深圳灣口岸 連堂口岸等通關口岸周邊道路可能會出現湧倒 包括金田路、荒原南路、新秀路等 配置充足警力提前開阻查驗通道 提升用緊效能做到快速消防 國慶期間 蛇口郵輪武港 將每日增開港澳航班16到26班次 國慶節當日將加開往返港澳地區航班102班次 機場碼頭將每日增開澳門航班12班次 國慶假期廣州市精心策劃推出了兩千多場假期民旅活動 涵蓋左右文藝演出、文博展覽、非圍活動、景區酒店優惠等等 而昨天涵世界級展覽一滴紀念性 《假科梅帝在朗頭》率先在花刀開展 79件法國珍貴藝術品集中亮相 來自法國已故雕塑大師阿葉貝堂 《假科梅帝》的雕塑《高女隱藝》 在花刀朗頭古村春陽台高調亮相 吸引了座場所有人的目光 該作品創作於1960年 體現了藝術家對人類軟弱與脆弱的深刻反思 《假科梅帝》出生於瑞士 是20世紀最偉大的雕塑家、藝術家之一 被譽為現代主義精神的化身 2010年他的雕塑作品《行走的人》 在英國倫敦拍賣 最終以超過一億美元的天價成交 刷新了藝術品拍賣成交價格的世界紀錄 藝術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以至於他當然過世已經多年 就是他的作品可能是到現在是 等於雕塑界一拍賣是價格最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是《假科梅帝》作品第二次來到中國 在大灣區展出還屬首次 這次展覽是中法建交60周年特別呈現 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動之一 而四個展廳展出了不同類型的原作79件 而展覽會一直持續到明年的2月7日 就到國慶了 你去哪裡玩呢 不妨可以考慮廣州南沙 除了放開限購可以看樓 有吃喝玩樂新項目 還有全空間無人體系場景 值得去打卡 在國慶期間 廣州南沙將開展無人機 無人車 無人船的全空間無人體系 示範應用場景體驗活動 10月1日至5日 在明珠灣凌山島兒童樂園和招門河 創響灣水上碼頭 遊客可以體驗無人機外賣配送服務 和免費的全無人自動駕駛船項目 10月2日至3日 每日上午的10時至11時 和下午的3時半至4時半 在明珠灣凌山島水母廣場 將有EV圖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 載人飛行展示 與此同時 從10月1日開始 廣州南沙將通過南沙人材服務平台小程序 向大學生發放1000萬 廣州南沙消費券 大學生完成認證後 就可以獲得500元消費券額度 消費券可使用場景 涵蓋餐飲和住宿兩類 攜手共進 玩具快信 斑蘭的秋山 五彩的樹木交織在一起 構成了一幅勸勵多彩的秋日畫卷 秋日的山溪大河 秋水散散 親切見底 在山間鑽然流淌 猶如一條條五彩的錦斷 山水樹木的色彩相互影襯 共同揮咒了北疆的壯麗風光 木秋時節 戴謝賢以其無盡的創造力 在祖國北疆內蒙古興安盟 編織出一場施工盛展 昨晚 地主上海市中心的張園 搖身一變成為了夜幕中最美的舞台 現場 變幻的燈光 將老建築的外場照到好像五彩的幕布 隨之 張園內響起一曲接一曲 柔强的旋律 要有難兇手先鑿你相鑊 寒血照顧 假以毅情作詮困擴 懷疑你我自好 想真的都識破 情人之間的